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 好嘞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 第一位是作家 许长德阿德 大家好 阿德非常有女人缘 这个他想要出国 结果一堆女生想要跟着他去 不是一堆女生 是一堆欧巴桑 哈哈哈哈 欧巴桑也是女生 打死一堆人了 好另外呢是命理专家 周映君老师 大家好 以及购物专家 林芝佑 大家好 另外呢是眼科医师 黄佑佳黄医师 郑大哥好大家好 以及媒体工作者 戴智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共鸣 今天的主题是 妆容作哑的婚姻 这是问号 有个新闻都被做很大 而且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是说美国一位84岁的老翁 跟太太结婚62年了 因为太太太会唠叨了 所以呢他长年啊都装作自己是聋亚人士 别忘了聋亚人士就是他不能说话他也听不懂 然后太太呢为了要跟他沟通 去学首语 两个人呢 虽然都没说话他也生了六个孩子 十三个现在已经有十三个孙子了 结果呢太太某一天竟然看他在YouTube上面有唱歌的影片 哦你也能唱歌 他不知道老公装容作哑已经六十几年了 太生气太生气了被他骗六十几年 愤而肃请离婚 那这个事情这个新闻啊 在全世界引起广泛的讨论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哦很多国家的媒体都把它当成网路的头条 台湾其实也做很大 然后这个我们的台湾的搜寻人群首页就放着这一则新闻 不过后来它是一条假新闻 是一个假新闻 那可是为什么有这个假新闻呢 世界新闻的报道是说 制作这个假新闻是要讽刺现代的夫妻关系 而且真的引起世界的讨论 几乎啊我看每个国家都登了这个新闻 这样那显然啊 夫妻唠叨这个事情应该是世界性的现象 不是只有台湾而已 对不对 那可是我觉得我看了这则新闻 我没有把它当假新闻 我认为它是真的新闻 就是它是限制上我们真的会在这则发生 太多的缩影 对 搞不好 搞不好有人骗了70年只是你不知道 对不对 阿德你怎么看上这个新闻 没有我觉得这个事情真或假可能不是重点 对对对 而是大家有共鸣这件事是重点 也就是说这样的内容大家会传阅率那么高 就表示在这里面大家有找到自己的投射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我是这个太太 我就觉得说哇有一个人为了就是想到 为了让我跟他 希望我在他心中不要有很多恶感 或是一个很负面的情绪的反应有太多这样的感觉 然后想出了一个这样的点子 然后呢 还跟他生那么多小孩 我觉得这个老公很有智慧啊 对不对 他老婆是有去学俗语的 对不对 那老公其实是装诚 他是会讲话的 可是他必须要用荣雅人士的方式逐渐嘛 我想请问你 他找他老婆生小孩的时候怎么比 生小孩不用比啊 所以他生了六个啊 就没事 反正沟通不良就生小孩好了 我是觉得说 其实这个故事里面有 我反而看到很多很正面的东西 比如说 正面哦 比如说遇到冲突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比如说你讲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 我要装容作哑呢 还是说我真的就是彻底的装容作哑呢 还是说我跟你吵 就是其实给我们很多信思 就是说 这种事情如果你不要觉得这种小石头 一颗两颗三颗都不重要 有人在你的那个要你的生活里面 你就变成 你十字刻就觉得都不值得在这个关系里面 就会变成演变了 阿德你这个新闻有没有撞到你的内心 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新闻 其实很多人被你内心撞到 有人说你也很唠叨 我刚刚一直说 我以前 黄医师 黄医师就说你是蛮唠叨的 对在南仙中算唠叨的 那太太唠叨吗 我告诉你一个家容不下两个人唠叨 所以当有一个唠叨的时候 就会锻炼出我不唠叨 太太唠叨吗 超唠叨的 哈哈哈 我刚才我可以举那个唠叨的例子 好来来来 你知道吗任何唠叨都是从 就是负面的情绪开始 比如说你带个东西回来说 脏东西 就是都还没有看到东西哦 我说我带的东西 比如说给我小孩子 我说我今天有带吃了回来哦 我太太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连看都没有看到 只在厨房听到说 脏东西 就说脏东西 对对对对 反正他就是说用负面 你知道吗一旦有负面哦 如果我也加入战局 我说拿东西 你连看都没有看 我要跟他讲道理的话 这个事情就火就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任何事情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 很负面的 爱批评的 爱唠叨的 你就让他去发现 没有啊 可是他只讲脏东西啊 因为所谓的唠叨是 不断讲不断讲 而且讲很久 你知道吗 什么叫脏东西 脏东西是我一旦讲东西 我说脏的时候 你说不脏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一来一往 他会不会说脏东西 就把话题吵起来 因为这个起火是很容易的 应该讲说外面的东西不干净啦 他讲可能就是 不是讲这样东西是徐勒 对啊 反正他的意思是说 反正好我讲实话 哈哈哈哈 就是 可能就是我过去的记录也不太好 比如说我带回来的东西 我觉得明明好吃 他说 好啦好啦我讲实话 就男人跟他讲实话 你讲实话 不是你听我讲 我说讲实话是我很客气 我就说 比如说我带东西回来 过去带东西回来 然后他就说 这就明明过起 这有一两次 就是你带回来 这明昌表已经过起了 我还说很好吃 就是这些东西他就把它记住 每一次都会来 叹我这一点 一直这一点 哦会把往事一直都 对对对 那对我来讲就是说 好啦反正你有这样的毛病呢 我就尽量避开 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 每次妈妈有这样的 这个反应的时候就表示 她要发泄 我们让她发泄 我们好过 事情不会变大 就这样子 那这样会发泄多久 没有就是 我跟讲没有人回应他 其实就慢慢消了慢慢消了 哈哈哈 就是一来 就是不要去制造一个一来一往 那你会不会很烦 刚开始就想要去跟他 我想人最烦的事 是我要跟你 变 回嘴 其实呢 我找到一个立基点 就是说 哎我觉得这样子 反正让他发泄嘛 那一定有一些 就是原有 可能我过去记录也不太好嘛 让你很生气嘛 就比较这个点 然后说就让你发泄 发泄到有一天 你有自觉 哎 人家都有 每次都有让我 而且慢慢消 那就期待我的好运 那那个唠叨是从年轻就开始 还是某一个年纪才开始 我觉得哦 有小阿姨会开始的 为什么啊 因为婚姻里面 就是那个小孩真的 小孩跟家事 真的可以把一个女人搞疯了 就是都不用小王 就是这个就可以把她搞疯了 人家黄医师又没有被搞疯了 人家又小孩又家事啊 像黄医师这样 还可以停下来的 不多了 能挺得住的 因为你要想说光一个悔嘴 其实也要一个逻辑 和了解对方的个性 不然这个悔嘴是没有意义的 那黄医师你看到这个新闻 有什么感受 不是我觉得 我首先可能会反对 阿德老师的说法 因为听起来好像 这个男人很完美 就是遇到家里的老婆唠叨啊 就先后退 他退 先退 让你攻击 然后等到老婆 比如这个看有一天就说 嗯 洗心革面的时候呢 他自己的日子 他自认无趣 他的日子可能就会好过 可是有时候像 因为我是历经严重婆媳问题的 的人 他也可能是啊 我就会想说 如果当年 其实这个破婆的个性 他周围的 比如钱公公 所有其他的儿子 都已经会受不了 没有人告诉钱婆婆 他这样是不OK的 他持续就会保持 他这样的个性一直下去 那受苦的就是接下来 进入到这个家庭的 其他的分子 嗯 对 所以我觉得表面上 听起来很理想 可是事实上 应该是要能够 假如婚姻应该是要 有伤有凉嘛 你可能还是要把你的不满 讲出来 比如说我们 最近我一直在提到 我那个放 放屁要罚一千块的 这个男一师同学 那我就跟他讲 这个唠叨的case 你知道他一听怎么说吗 他说 哇 怎么这么好 还可以装笼作哑 他在那边装笼作哑 他老婆就要骂 不放过他 不放过他 那你说那你是怎么样 你是笼子吗 你是怎么样 都不讲话 就开始骂他 那如果他讲 没有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 他会骂他 因为他没有彻底装笼作哑 他这个有了 他已经 他已经装笼作哑 我觉得是说 就是 就是平常就是 不闻不问也不回应 跟真的装笼作哑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再让我补充完 就是说 可是到后来 闹到就是说 他真的也都不回应不讲 真的 他有一天爆发 他要离婚的时候 他前妻才来跟他讲说 那当时候你不满的时候 你怎么不讲 对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而且再衍生到问题 其实这个朋友后来跟我讲说 他为什么可以忍受他妻子 对他这样子的态度 他是说 那是因为他妈妈对他唠叨了三十年 所以他就可以 比较能够对这样子唠叨 比较无理大道的老婆 承受力就高 所以其实他也得不到幸福 我的意思是说 当一个女人在唠叨的时候 要想不是只有老公让我唠叨就好 我可能会影响我的儿子 这才是我们女人不要唠叨的 最重要的因素 你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我相信这个老公 不会一开始就说 我要装容作哑 一定是慢慢绝望的嘛 一定有个过程 那我觉得说 遇到这 我为什么觉得他这个例子非常好 就是说 他真的有彻底在执行这个例子的一个构想 而不是说 我偶尔装容作哑 偶尔又会讲话 这是不可能 哈哈哈哈 所以这 又十二年始终如一 对对 我说 然后第二个就说 我觉得说 其实我跟你讲 就是没有办法 我想很难沟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大家都没有沟通的一个教育概念 所以就像说 我就是唱歌的技巧好了 我告诉你 你没有几个唱歌技巧的概念 你就是气永远就是不足的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地方要唤起 对 所以变成就是说 这些东西就是需要教育 那可是以前就是没有任何教育 也没有任何概念嘛 然后又传统 也很奇怪的观念 又逼着你要这么做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就会很难 很难做沟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 那你为什么 等一下可以请教你 为什么你其实是可以解决太太的唠叨 你说我吗 对啊 我 因为你很硬 因为你好像很有能力 你都在教导别人 对啊 好 要这么讲 我 好 我先进广告 老师 你又不满 不是 老师又讲不出话 我认识 对 没有 我料比到 好 阿德 你 有要解释吗 有 这个黄医师的问题就是你每天都在教导别人 可是你为什么在家里面是用这种退缩的不理的方式让太太更生气呢 你应该可以解决太太的唠叨叨的问题 我觉得妆容最好其实有高级跟低级之分的 哈哈哈 所谓低级就是就是每一次的妆容最好只会让她更生气 这叫低级的方式 对 对 然后呢 就是也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困扰嘛 然后我觉得高级的方式就是我这种 我教大家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当你看到一个人在对你 比如说指着你 在一直唠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跟他讲说 其实他不是在唠叨我 是他在这个点一直过不去 你转念了就对了 你还在想 他就在那边过不去 然后这个过不去 说实在的 就算我这个事情解决了哦 其实那个伤口还是会在这 对 因为这样转的转 所以一个人 如果你能把对方的痛苦想得到这么细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去替他想事情 你才有可能 你让他唠叨 但是你是替他想 就是 你的意思是说 这样听起来 他只有病 我说这样听起来 我就不会觉得我被唠叨 那个叫阿Q吧 你来帮我讲一下问题 你有没有听懂我讲的 我听不到 我承认我是第一级的 就是你还想一想就说 其实他不是在攻击你 他其实这个有点在求救的讯号了 就说 我就在这个点过不去 你要不要帮帮我 可是你自己生化了你自己 但是你老婆还是过不去啊 听我讲完 其实 人是这样子 人在那个点过不去的时候 他就是在那一刻 不管怎样 止痛药就是让 就是他只要这个让的止痛药 他就会好过一点 所以至少我先把这个事情做到 就是说 我不要再去跟你争 我可以让你 我可以听你这个感觉 我也不要让你这个东西 变成我一个内心的 就是过不去 所以用这样的角度去看 就是说 当我每次都是用这样去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比较有能力 有让他 而且是心甘情愿的 可是你之后还会跟他解释这件事吗 不会 那还是没解决啊 不用 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要大家给 彼此想通这件事就是说 其实感受最容易改变一个人的感觉 就是说 一次的感受 两次的感受 三次的感受 觉得你有在让他 他慢慢有觉醒的时候 可能会就有转型 那他有觉醒吗 那我觉得 我老公就是高级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每次在念他 每次在说他 同一件事情因为换拖鞋嘛 因为在这里到这里 还有浴室都要换拖鞋 不是都这样子吗 那这个拖鞋跟上楼的拖鞋不一样 楼下的拖鞋跟楼上的拖鞋 跟浴室拖鞋不一样 那每次都是忘了 就不不不不 一箱的鞋把你穿到够 垃圾 对 那你每次说他 他每次没有换 不敢 对 你讲了几年 你讲了几年 我讲了差不多将近十几年了 因为从我们搬到这里来 他每次看到 我每次念他 好了 他就跟你一样 他每次不答 他每次让你念 但是他每次不换 因为你这个点过不去 他是高级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在这边痛苦 所以痛苦的是你 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说 那因为我有很多这样的点 让我太来过不去嘛 所以我就后来就觉得说 反正我一下子改不了那么多 我就选一两样来改 我告诉你 我现在都会去做什么 第一件事回到家的时候说 欸有没有垃圾药我倒的 我就先讲这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这样有没有什么 就是要我帮你们收拾的 或是洗碗的 真的我就会 就是先讲这句话 因为我觉得说就是 他要的是一种分担的心啊 不是说这你要你全部做什么 而且你不要摆烂 尤其是很忙很乱的时候 那请教主老师 为什么你讲了十几年他不改 他不是不改 他会想起来 但是他老是忘记 我老是忘记我老是提醒 那就变成我唠叨 所以其实他老是忘记 应该不是他的错啊 我觉得男人是这样 男人有一种 有时候是你唠叨我就要抗拒 不是我跟你讲 你那么强势啊 我就是要让你不耍 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唱针里面 算不出来的 不是我跟你讲 他不是老是忘记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为什么 他故意的吗 不是不是 他的这种 没有办法去完成一次 他一直到位的做到 是因为 他一开始就被你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说 这一次你都一直帮他带上他 然后呢 这都是你在提醒 然后他在这一旦 男人一旦在某个点上依赖你哦 那件事就会超级无能的 连 比如说 我比如说以前啊 我那个 我他就说 你吃完了 知道把碗放到那个水槽里 这个事情 我就是做不到 那你就放桌上 然后 对 那就大概就收 已经习惯是这样的嘛 就是那么久你都没有提醒我 这个时候不OK 突然现在变成一个那个时候 我突然改不了 我告诉你有多难改 你知道吗 我突然觉得说 我还提醒你说 今天吃完我要自己去放在水槽哦 吃饭的时候还可以这样讲哦 吃完又忘记了 就是超困难的 就是这件事 就觉得就是说 好像被制约了 好像这次不该我做 我说碗子碗拿去水槽有这么困难 真的 就是有个点 你变成一个依赖的话 就是很难的 像我女儿每天 就像说 你可不可以洗完头发 头发的那个剪起来 嗯 都叫不会 不知道为什么 对 就是一种 头发剪起来是有必要 因为它塞住 嗯 塞住水槽 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就是 那个太太就说 好啦 既然讲不听 那我就把碗拿去水槽 就这样就好了嘛 何必唠叨呢 不是 因为呢 你要想说 如果他 如果他做什么事情 如果说每天像我们这么悠闲 还可以坐在那边看电视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老早 我觉得要是我 我是你太太 你就玩就讲不听嘛 不会放进水槽 我就把他打破 然后叫你来 叫你来扫 我靠好严格哦 哈哈 他也会不会解决 这样他就会记住 对啊 真的 对啊 面对这种恶人 你真的都这样对你老公了吗 不会 我会坐在那边 玩 玩 玩 讲到你家去 然后他就会记得了 这完全是我老婆的电信 哈哈哈哈 那小段 你太太会唠叨吗 我觉得我 我应该是我比较唠叨的 嗯 这几年来 对不对 因为 因为其实是这样子 我觉得唠叨 就是说 你会对一个事情一直在意 然后当然就是说 对方打不到 你就要求 然后就会一直碎碎念碎念 甚至有时候对方 你也不是什么 大事啦 嗯 但你还是会重复去提醒 我觉得那个就很 像我的话 像 因为以前我老婆工作比较忙 对那像接送小孩啊 那都是 我在负责嘛 但我家的还算好 你看我们家没有上补习班 反正就接送学校来回 可是现在他比较精忠了 那他就要去接 那 可是我就会 我就会一直 向Line提醒他 或是 就一直打电话给他 欸你几年要去接 啊接了没 啊接完之后你们要干嘛 然后他就觉得很受不了 然后就说 啊你现在是在监视我还是干嘛 为什么同样一件事你要讲三四遍无遍 然后他就说你年纪大了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这种事不断地在生活中发生 对那像有时候我会 那他在这样问你的时候 你是在监视我吗 你是年纪大了吗 没有我就说 那我要确认你去接了没 你不去接我要去接啊 因为这很严重嘛 接小孩是很重要的事 我不会觉得是不是严重的事情 但我觉得奇怪我也会挂在心上 那当然啦 我为什么会讲说他没有我唠叨 老师我觉得 那我被他唠叨那是因为我的一些坏习惯 当然我不承认那些坏习惯 绝对不承认 对像包括像我觉得 我从以前到现在 有一件事很不谅解 就是你看知道 我们有时候去外面因为应酬 那应酬的话 我不能够每次给人家请 那我总是要回请 那可是回请的话 你知道我给人家请十次 那我回请那一次 那那个金额一定很大 那我向来都是以多报少 因为你怕他 对他没有他会生气啊 因为有时候我请那一坏 搞不好就有三分之二的薪水 或一半的薪水 那你一个月 我知道现在是十万嘛 三分之二就是六七万 哈哈哈哈 那不 有可能我跟你讲 真的有可能到这种地步 所以一坏就是几十万就对了 有可能 偶尔会发生 但我不能够时报 我万一时报的话 这会出大事 会出什么事 没有 因为第一个他就会觉得 你都讲了有什么大事 对啊 哈哈 但是我觉得后面我们就慢慢形成默契 因为他会觉得说 你干嘛请那么贵 嗯 对不对 那可是我又讲了有时候人多啊 嗯 你总共 啊 啊十个人我不能请一桌三千块的吧 应该那个都有拖衣陪酒才会这样 真的吗 哈哈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搞不好 手前脚 一道皮的 对不对 褒酒 啊所以说后面 啊因为我啊 譬如说我还反正去赚其他外款嘛 外面写稿啊什么 是上节目 反正上十次报五次这样子 对 对 然后就把他穿回来 然后对 然后所以他就对这事很不谅解 可是我觉得我变成习惯之后 嗯 哎我就会很随口的 对 譬如说今天出去吃饭 他就问我说 啊你今天谁请客 也说别人请客 啊今天不是换请客 我说对啊 啊多少钱 两钱 他说怎么可能 你八个人去两钱 我说啊就两钱 然后他就开始念 哎呀那个单据拿出来 然后你昨天 有没有去领钱 我开始就开始去查 然后就一直念念念念 念到你就开始 整个晚上就在念那一件事情 对 啊就一件一件事啊 然后念完之后 因为你是骗他的啊 对啊 但我是觉得 你就老实讲啊 他就不会念啊 可是我是 我觉得这个 没有他会不老实讲 是因为他觉得老实讲 一定会念不完的 对 我觉得这个 对我来讲永远是一个很矛盾的事 其实不会 不是 我觉得回去报仗那个 压力超大 嗯 有够大的 有够大的 真的有够大 你要不要现在跟老婆讲一下 没有还是不要 我觉得算了 哈哈哈哈 我还是想办法把他抽一抽 还他 我觉得真正拆散婚姻的是这种节目 对啊 我说真正拆散婚姻的是这种节目 不是我 哈哈哈 这是一个沟通 他平常不敢讲的话 透过这个 你看 你看 欢迎是沟通的下场有什么样 下场就很好 哈哈哈 对 我们就休息一下 下场是活得更健康 对 嗯 我觉得我真的是 下场就是一定非离婚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二十几年以来不断为这件事 我觉得阿德刚刚已经涉及人身攻击了 哈哈哈 你这什么下场 哈哈哈 哈哈哈 就很好啊 很健康啊 啊 这是那个很羡慕的下场 哈哈哈 然后我们气质说 你看人家一年就离婚了 你呢 哈哈哈 好 我会努力 哈哈哈 好 这个 黄医师啊 觉得说装容作雅是可行的 应该是有一定的说服力 然后他特别举了日本皇后 今年下个月即将要退休的美字子 对 因为我们本来看这个新闻 可能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很夸张 但是还没有知道是假新闻之前可能会姑且相信 那可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就会觉得说 哇他怎么那么厉害 他可以装六十几年 那我曾经也有装容作雅过 就是因为呢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婚姻的压力很大 然后婆媳困难很多 然后老公又不挺自己 你每次跟他讲话就吵架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们知道就是有日本皇后美字子 他因为呢他可能宫内厅的压力 还有他其实有一个大家都传说的跟他的婆婆也就是玉人皇后的这个 月人天皇的皇后就是两子皇后的之间的一个婆媳不合 因为他就是从平民然后嫁到皇室然后一直很被瞧不起 然后没想到瞧不起那么多年 所以终于在美字子皇后已经蛮年老的时候 就突然某一天晚上他又突然不能讲话 然后这个事情是一个轩然大波 让大家重视到说如果一个女性在这个婚姻里面 受到很大的压力 事实上不是只有精神压力而已 身体上的病态会跑出来 对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这样子不然我也来学美字子皇后好了 私语症 对我就想到说我要学 那我就想说某一天 我都突然灵机一动啊 好吗 然后想说无语 对我就想说那我来假装我也突然得了私语症 然后就他讲什么 私语症是听得到 可讲不出来反正有听 可是都没办法回应 然后突然一开始他也觉得很奇怪 你好像真的得私语症 你真的有去做吗 我实地有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就受到美字子皇后启发 启发 启发 然后就想说 我想说如果我真的不讲话的话呢 那这个会不会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 或至少冲突可以降低 然后可能一开始真的是就会比较 好像好像他也会觉得 你是不是生病了暂时不能讲话 可是因为我这个人就太爱讲话也不下去 也不下去破功了 所以大概就是半天之后就是 半天 很弱耶 就没办法 这真的 所以我的意思说要装容作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对 半天不是半天 对爱讲话也不下去 人家是62年 你是半天 对 62分钟 是半天 那我觉得我们刚刚大家在讨论啊 其实都是一些就是很良善的 听起来生活上没有什么 可是为什么老公会这么被碎念啊 老婆会这么会生气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很难想象 就是说那个碎念 比如说我举例 有一次有一对夫妻 是老夫妻 六七十岁 然后到我门诊说要开刀 然后太太带着她的老公来 然后太太就说 她的老公这个眼皮都下垂了 她要开刀 然后你帮她做怎样怎样 然后全场这个老公都没有说一句话 我想说她是不是聋哑人士 然后我说 那这样我还是一下问一下你老公的意见 然后老婆马上就说 你不用问他 我给你讲就好 我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男人必须在婚姻中装容作哑 是因为 其实他在整个婚姻中 老婆已经觉得他的主见 他的意见是高于你的意见 你都不用听你 竟然连那个开刀这么重要的事情 都是老婆说了算 所以那个画面我很震惊 那后来就说 我自己到那是结婚前 然后结婚之后呢 我才发现说 其实为什么 为什么老公会装容作哑 可是装容作哑 你叫老公吗 不是 就是前婆婆的老公 就是前公公 为什么老公会装容作哑 可是如果老婆一直放任 这个老公是要装容作哑 表面上暂时好像是得到胜利 我比较厉害 他都会听我 表示说他有给我尊重这样 可是事实上 这个老公是不是能长期的受得了 也就是说阿德老师是因为 他的这个什么 坚忍不拔的耐力 那他就一直忍耐到现在这样子 你很难保哪一天 他就忍耐不了 比如说那时候就 我就刚去 因为比如说前夫家的豪宅嘛 那我们就 那前婆婆也就是 带你参观的时候 你会有一些讯息 你有给他摇摇嘛 他也很自豪的说这个房子 这整栋都我自己建的 来面都我自己建议的 都是我喜欢的东西 都是我的风格 我的风格 然后你就称赞一下 虽然说真的也没有很漂亮 那你就称赞一下 对就称赞 可是那你就会 就会找一些话题 那我就说 那钱公公的这个收藏呢 他的喜好是怎么样啊 我也想了解在哪里 然后这时候婆婆才会 就一句话说 没有 他都没在这 到那个时候 那个其实嫁进去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钱公公跟钱婆婆 到后期是没有住在一起的 这个是第一个事情 对 因为我们可能只是说 刚认识的时候 有去病房 照顾钱公公生病的时候 当下以为是因为 是有钱人家的太太 没在买手的 怎么会没有去摸 没在买手 没在买手 怎么会没有说 老公生病了 没去打打的 没在买手的 就是说 一般我们看到的病人的状态 是不是这样 那我想说 可能是我没有看过有钱人哦 可能有钱人家的太太 确定是这样子 可能有钱人家的太太是这样 老公生病的话 就是他就坐在远远的地方 然后是 看护去处理就好 我想说 可能有钱人是这样子 但后来你才会知道说 其实 应该是 有钱人不告诉你 因为他们有钱人 就是都要展现自己很有钱 我是这个 夫妻是感情很好的 然后里面的儿子 也都是这个 胸有地公的 反正有钱人 就是要占据所有的优点 所以他也不会告诉你 那你要自己去观察 那后来呢 我是有一次 我就突然醒悟到说 为什么钱公公 跟钱婆婆感情会不好到 其实钱公公 后来没有跟钱婆婆住 是因为 后来我们不是说 钱婆婆每次都要找我聊天吗 那他就开始讲往事嘛 那有一次就讲到说 你看那个时钟 那以前啊 爸爸在的时候 都会跟我说一说 你看你的时钟 时钟 你都说一点钟两点钟 还在说 我的意思是 其实男生是很温婉的 有帮他表达 就是说你其实已经讲很久 你可能我们不是说你唠叨 但你真的是讲很久 可是女生是怎么样 他没有听进去 他也不觉得他是个问题 所以他持续会是这样 所以我今天反对大家说 不要小看唠叨这个问题 不管是男生唠叨还是女生唠叨 人家跟你说你要听啦 然后我后来觉得 为什么钱婆婆会变成这么唠叨的人 其实不外乎是心理孤己嘛 没有重心嘛 对不对 那不然为什么同样的事情 可以一直在讲呢 他如果有去看新的东西 或者是说对新的人 有新的关怀 你不要一直重视在自己嘛 如果我今天关心阿德老师 我回到家是不是就可以讲阿德老师的事情 你显然一直都只有关心自己 所以你只能一直讲往事 然后讲自己 那这样子别人听起来就会误会说 你是啰嗦的 对 然后真的时间要注意 生命是时间的组成 好吗 真的是 那前夫会觉得钱婆婆很唠叨吗 他也觉得他很唠叨 他也受不了 他曾经受不了到 就是说会跟我讲说 黄庆佑家我觉得 妈这样不行很怪你 我看你带他去看精神科 会这样 是哦 他会受不了说 他认为他是生病了 对会受不了说 他觉得他是不是生病了 然后但是是叫我带他去看精神科 我说你也太行 这哪有可能 我怎么可能带他去看精神科 对 那前夫是怎么忍耐的 其实因为他就是 如果忍耐不了 他会说 就打高尔夫球 就打高尔夫球 或是人就出门了 对那像我们这种 不会开车的就闷在家里 这样 这头头的 而且搞不好还被限制出 那你看到这么多人唠叨 你自己会提醒自己吗 你觉得你会是个唠叨的人 对我觉得我们要小心是说 因为我觉得女生如果仔细去看 我们不要讲男生 我们女生很容易学习的对象 是自己的妈妈 就是你浅移默化之下 你其实就会 有时候我看这个女生怎么样 你其实你去看她的妈妈 她如果是胖的 她大概将来也是胖的 这个医学上都证实了 所以我觉得 大概如果她妈妈是怎样的人 她如果没有特别警觉 自己不要变成那样子的人 比如说如果 我这样说 不太有礼貌 不过举到的例子就这样 如果前大姑自己不注意 她以后可能也会变叨叨的人 就说因为你的前伯伯是这样 你会跟你的妈妈学在那个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会提醒自己不要唠叨 不过有时候是职业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看诊要讲很多话 其实我们回到家 不一定要讲那么多话 好 这要补充等一下 先休息一下 来 进口感 好啦阿德你刚刚补充什么 就是我觉得说其实所有唠叨的文化 基本上有两个原因造成 就是我们很多传统的关系赋予女性 就是有这样的权利跟这样的追求 就是鼓励她这样去想 就觉得说我唠叨你就是家人的表现 这就是家人之间的语言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当这个时代的变化 就是说比如说现在 女性也越来越有自觉的 然后大家也比较知道什么叫沟通 语言能力也比较强的时候 我刚好现在目前就是一个转弯期 就变成说其实这一瓶 就是怎么跟人家沟通语言的能力 还没有训练好 但是时代已经走到这个东西 你不能再唠叨了 所以现在就卡在一个困难的地方 就是说其实不是很多人有能力去 就是说我用理性的沟通方式 跟你讲说你不要唠叨 是没有能力的 而反而去一讲就又点燃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深思去想这个语言的源头 这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所以一讲出来 对方也会讲一句例子 然后就蹦 就是完全没有回应 所以我觉得说现在是需要一些 比如说让大家知道说 唠叨真的会产生了多严重的下场 比如说不管精神衰弱 或是分裂或是暴力 而且长期不满 为什么 就是我常常被压着那种感觉 有口难言的感觉 然后跟你有理说不清的感觉 其实那个很折磨人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需要 比如说我们一个比较有公信力单位 来跟他讲说 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就唠叨其实是很伤害家庭的 你看就像我们家 病态 你看我们家每天回家都要都好固定 你知道吗 譬如说我啦 我一进门 我就问我老婆 你今天买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 他就买什么 他说去哪里买 然后他说买多少 你等一下怎么煮 他小孩吃了没 然后他今天在学校里面吃点心 然后我大概都会像 你就录音录下来 对对就很奇怪 我觉得很奇怪 一直在讲这些 然后突然间看我一个包裹 你今天买什么 你买这个干嘛 那他网路买的嘛 对对对 你买了你会穿吗 或者说你买你会做吗 像我们之前买果汁机 这果汁机买来之后用一次 没用 烤箱买之后用一次 然后烤面包机 自动面包机 你好闹当喔 有什么关系呢 我就会说你买这个 他都有记住我 这样好闹当喔 对啊我会念 女人很多衣服买来也只穿一次 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我这几年来就这样一直念 可是喔 他也一样喔 从我大概我在开始念的同时 他就开始问我说 你衣服要不要洗 你今天有没有到什么地方去 有没有沾到什么东西 然后就说 然后你今天要去哪里采访 然后有没有跟谁好玩的事啊 他这样讲跟你聊你的生活上的事啊 工作上的事啊 可是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烦 我想说奇怪 我在外面讲那么多话 那我回来还要去接受那么多 然后后面开始念 啊你鞋子刚刚为什么不摆好 我讲几次你为什么不摆好 对 然后 那你为什么不摆好 我就不想摆好 哈哈哈 他就不想摆好 意思就是他想要反抗 对吧 故意的 真的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我觉得这种对话 鞋子摆好就是很简单的事啊 然后到最后 就大概是 双方睡睡觉念完之后 就 然后最后就 结语就 你很烦欸 哈哈哈 然后他也骂我很烦 我也骂很烦 嗯哼 然后就静默个几十分钟 半小时或一小时 然后之后又开始了 然后等小孩子回来 开始 哇又延续这样子 因为我跟你讲 我问你啊 你为什么鞋子这么简单的事 你不做 就忘了嘛 你怎么可能天天忘 我真的就忘了吗 哈哈哈 每个人都说就是真的忘 真的真的 你老公也是真的忘了 对啊 他就是忘了啊 每次都是提醒他 他每次忘了 没有那个习惯 我讲实在话 没放在心上 没有 不好意思 我讲实在话 男人有一种 对于女人的不断的唠叨 他不想臣服在那样的权力之下 他想要反抗 对 真的 有一点啊 对 有一点 你自己承认 对对对对 你自己承认 为什么要逼我们承认 我们就是不想承认啊 对 可是 我们通通都忘了 我口罗大尾就是不想承认你啊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也许太太如果用另外一种方式 其实可能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这是 真的 你拿鞋子帮他换这样子 我是 我给你讲 周老师要是我 我就是等他开始站起来 要过去走路 我就马上去把鞋子放在那边 然后他就是要穿 等他要去厕所 我一定会跑到前面 再放拖鞋 然后让他穿 我老公就会记住 我就会 我就会用这种方式 他会撕压 而且哦 而且我随便再举例哦 男人啊 去上厕所 他去小便的时候 他那个盖子 盖子 对 那个也很讨厌 他不会撑起来 他再来就很生气啊 你又不宣了 然后他就要再再擦一次 或怎么样 对对对对 男人会不会改 不会改 我改了我改了 我现在都坐着上厕所 有一些男人会改 多数男人是不改的 不改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想要看到你生气的时候 他有一种兴奋感 其实从来没有兴奋过 不是 就是说 又把你惹毛的吧 没有从来没有得逞过 真的不要试了 我现在就是很习惯 就坐下来上厕所 嗯 就这样 是是是 那之佑呢 有跟老公冷战过 有有有 因为我觉得 唠叨这件 因为我自己的妈妈很唠叨 所以我一直告诫我自己 我以后不要变这个 你的婆婆还是你妈妈 两个都一样 我觉得上一个世代的女人 加倍的哦 你是加倍的 因为我觉得上一个世代的女人 你太吵播了 你干嘛这样啊 因为他们真的 其实我觉得重心比较不一样 所以他们对很多事情的介意点 然后一直讲一直讲 而且我真觉得说 你讲了他也不改 那你干嘛一直讲 对 我就觉得这是一件 很浪费生命的事 那最重要的是我的老公 不接受人家唠叨 我老公是完全不接受的 水瓶座 真的怎么可以接受 他不接受的 所以我从以前就知道 跟我老公讲话就讲一次 要嘛就讲两次 然后不然就不要再讲 但是呢 结婚之后当然很多琐碎的事情 那尤其像刚嫁进去 有一些真的就是 亲戚朋友啊 或者婆婆小姑的事情 那刚开始跟他讲的时候 他不太能接受 所以他反应会很大 那我就真的就用一种方式 我就不要讲 真的就觉得说就忍耐 妈妈也跟我们讲说 你就忍耐 不要那么计较 那我一忍耐 公历最少要三个月 你怎么会才半天 我真的曾经三个月到四个月 我都不跟他讲话 真的 等转三个月 我是 那很常耶 我就是嘴巴闭起来 然后就是冷冷的 但是我把该做的事情 全部都做完 我就是不讲话 对但是 等一下 所以两个人 他回家了 你也没有跟他打招呼 不用打招呼啊 反正我就在家 你没看到我啊 吃饭的时候也没有叫说吃饭哦 不用啊 因为他那时候时间大多久 那小亮哥当时也要跟你温存呢 他就会讲话 然后说 那你是不舒服 他刚开始真的男生都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不舒服 你如果不舒服 他会去自己找理由 你不舒服我就不要打扰你 嗯 然后他就 然后到过一阵 他就觉得说 然后你就说舒服 没有了 哈哈哈哈哈哈 干什么 给我舒服 哈哈哈哈 不然你怎么讲 但是他到后来 他就会觉得说 你在生气吗 然后他就会过一过来 你干什么 嗯 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怎么了吗 那你还是不讲的时候 当然他还是会不知道 他做错了什么 对 因为你不讲他不知道啊 跟我讲的话完全一模一样 真的 然后到后来你会 后来我们自己当我不讲 一阵子之后 说实在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高兴了 你知道吗 我也会忘记 哈哈哈 真的啦 所以 其实 有个好处就是 当下不会吵起来 哪有战争到最后 不知道那个战争的目的 对 我虽然有那个忍耐力 不讲话 但是我会忘记 我为什么要生气 所以我后来觉得好像也蛮无聊的一件事 所以后来我老公也觉得说 你这样子不讲话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 那我后来有跟他讲说 因为我讲了 我觉得也是 你也不会解决 也是白讲 但是我老公就会觉得说 你越这样子 那我就会更火 因为我不知道 我没有做什么事 然后你还要这样子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你一直冷战 对 然后你就是 我一回家看到你这样的脸色 他也不开心 我老公会这样子来跟我讲 对啊 你这样哪有避免当你的妈妈跟婆婆 你根本是跟他的更加急版 没有 所以我们后来 局务本来就要千出一篮啊 好 知道 这才叫功利啊 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 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真的冷战 其实是冷暴力是很可怕 冷战很累人 是很累 而且对感情很不好 对 其实真的是很不好 就会很疏离 那后来 其实有一阵子 冷战会害怕 因为冷战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真的吗 很难消除 所以你看对你这种人就很有效 你先休息一下 哇小浪哥真的超伟大的啊 我真发现冷战男生是最没有耐力 再请教姿佑就是 那会不会小浪哥有时候 你在讲的时候真的听不见 其实是 因为我后来有发现 我们跟小孩在讲什么 甚至于我一回家说 我好累哦 我现在先去卸妆 你帮我煮个泡面 然后我等一下就要来吃 然后我卸妆出来 他还在弄他的电脑 然后我好饿 你要不要骂他 你真的要骂他 我这么饿 我一回来就跟你求救 为什么我已经快饿死的时候 对你为什么连一碗泡面 都不愿意帮我煮 我当下是会这么生气 但是他会跟我讲说 蛤你刚刚有讲话吗 那我就觉得说 那你是故意没听到还是怎样 其实这种事情 一两次之后 我自己其实会很气 你知道吗 但是后来我发现不对劲 所以我看到那个新闻 我就觉得说 这个自己的老婆 你的老公听不见 也讲不出来 你都没有发现有问题 我也觉得自己老婆要反思 你知道吗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老公 我故意跟他讲了很多次话 当然我的声音 如果早上起来有点哑 那那个key比较低 我后来有发现 我讲什么十句 我老公可能只听到一句 我想说不对劲 所以我后来跟他讲说 我带你去看耳鼻喉科 因为他以前的职业商 因为他们以前做秀 他都站在鼓的旁边 所以他有一边的听力比较差 那因为随着年纪的变化 他后来做广播戴耳机 就退化的更严重 后来是有发现 他其实耳朵的退化能力很快 所以我后来有建议 他要戴助听器 但是他刚开始很抗拒 但是我觉得说 这其实没有 就跟我近视眼戴眼镜一样 也没有什么好丢脸的 而且现在你看满街的小孩 哪一个不戴助听器的 不是都是一样这样戴着 而且他后来戴上去之后 其实真的就改善很多 而且他会跟我讲说 因为他有一阵子会觉得说 你讲话为什么要那么大声 说你啊 对 他会忽然 我回家说 我回家了 你们今天干什么 然后他说 他会忽然转过来说 你干嘛那么凶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我刚回家跟你讲话 我没有很凶啊 我只是 因为我小声你听不见 那我大声你觉得我凶 那我到底要不要讲话 有一阵子我们为了这个大小声 他很介意 所以我后来真的就建议他带 带那个助听器 就改善了 然后现在就其实都没有这些问题 但是我真觉得不能唠叨 因为你一件事情讲一次讲第二次 讲第三次其实 不要讲男生 我自己我也受不了啊 讲的人也很受伤 对 因为他知道每次讲我 讲话那么大声 其实我也会不高兴 是 是 真的 周老师这边是有接过一个case 是太太要跟死去十年的王夫算账 十年 对我这个case很妙的就是说他来找我的时候 他是跟我讲说他想要告阴状 就是要到阴间去告他 因为他很生气 因为他老公死掉十年 这十年里面他为他守寡什么都没有 没有再结婚 甚至没有交男朋友 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在一个 因缘际会之下他要去帮他老公做功德 就是说七月不是有做一些功德吗 那他去做的时候 忽然之间那个里面的师姐跟他讲说 你老公曾经出轨过 而且是跟亲人 那个是他就是那个 因为可能那个师姐是看得到 我怎么不知道 那他跟他讲这样子 那他听到这个事情以后 他就自己去回想 他在十七年前 其实那个时候他跟他老公 其实因为这个事情吵得很严重 他就是因为一直认为说 他老公是跟他妹妹有一腿 亲妹妹 亲妹妹 那他跟他妹妹有一腿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 那个时候害得他妹妹跟他的老公离婚 那个他妹妹跟他老公离婚 那那个时候一直怀疑说 他老公跟他妹妹有一腿 那结果呢 他老公就死坐着 甚至连下跪都来说 没有没有这种事情 你不要这样乱 这样子会伤害到你妹妹自己的那个 他的这个民住这样子 就这样子相当不好 那他自己也就算了 那可能真的是没有 可能真的是他自己想错了 就这样子一直来 那事情就被这个师姐把他引起来 引起来以后他就很生气 他就直接因为他妹妹还在 他老公死了十年 他妹妹还在 那他妹妹离婚以后 他现在还有同居人 他就直接去问他妹妹 他妹妹就很生气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乙气各方面不随 而且已经十年前的事情了 对 那他就是 不是修狗啊 是他自己的妹妹 一样 小姨子 这个女生的妹妹 对 他就是跟他讲说 你有没有跟他老公有一腿 那他后来他妹妹 他这个自己的妹妹 他就 真生气 可能乙气不好 他就跟他讲 他就跟他承认了 他说当初我跟他是有一腿没错 但是你们两个夫妻两个人 他们是做那个房地产的投资 赚那么多钱 姐夫死掉的时候把钱全部都是你的 我连一毛钱都没拿到 我自己还做了 我要离了婚又什么 又跟他这样子偷来暗器 结果我连一毛钱都没拿到 因为他没有交代 哇 真委屈的 真委屈的 那个钱都你拿去 你现在这么过得这么舒服 这么优渥的生活 也是他全部钱给你 那我拿到什么 我后来还要再去跟别人同居 他心里面也很不愉快 不满 那就后来他们为这个事吵了吵 那当然吵的时候他会觉得说 妹妹好像有道理 他自己好像又觉得 我这个委屈要到哪里去说 心里面一直噢一直噢 他骂他老公呢 十年了 他老公已经死了十年 骨头好打架了 那他怎么去骂 后来他就找到我 他问我说 有没有方法 听说可以去 那个什么 那个庭夫去告阴状 我真的要去告阴状 我告我老公 我真的要 就是要我起码能够给我骂他的那个机会这样子 嗯 结果我跟他讲说 你应该释怀啦 因为怎么讲 你现在这么生活这么幽默 虽然你十年没有交男朋友 没有再去结婚 问题是 你现在年纪很大 因为他年纪多大 已经八十岁了 还想不开 他还在七十岁了 对啊 他八十岁了 他老公十二十七十岁了 我觉得我们不是当事人 我们不知道人家的苦 对 就我是跟他讲说 你现在去告这个阴状 纵使他 因为这个可能你要知道 要有这个人到你面前来跟你忏悔什么 那如果万一他已经去出息了 就找不到这个灵 也没办法来跟你忏悔 纵使这个人是活着来跟你忏悔 那你又愿意把那个钱还给他吗 或是愿意让他多拿一点给他 后来我就把他整个就这样子解决了 就跟他用一种欠导的方式 我说你如果真的那么的不快乐的话 你到那个 现在不是有卡拉OK吗 那个 我说你去唱歌 唱那个骂护心人那歌 你唱越大声越好 越大声越好 你就把他唱出来 其实他这里面有讲到一个中 因为很多人会纠结说 我为你守寡 我为那么多年 没有在结婚 没有谈恋爱 我觉得说 其实你再回想一下 其实谈恋爱大部分都是有很多问题 你没有这个谈恋爱 搞不好你的生活更安全 然后也可以让你现在有独享 这样的一个财产 没有人来跟你有一些争夺 他的皇子好几千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那个新闻 就是说太太看老公装容作 因为后来他发现了 后来他发现了他过不去 所以他肃请离婚 可是你62年你就觉得那是真相 他的亚跟龙是真相 那你就装作就不知道就好了 你不是这样也过得好好的吗 所以才会衍生出说 那婚姻里面其实有人有善意的谎言 其实我们是不是就 就假装成那个是谎言 虽然但你不知道 这样会不会比较好过一点 生活中如果夫妻里面没有善意的谎言 其实这种夫妻很难相处下去 对 真的非常好 最好是我觉得你真的是有知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哪一些谎言 其实是善意的 就刚刚小代讲的嘛 他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对你老公有任何善意的谎言 会有因为怎么样 因为如果说我把这个 比如说我会请朋友吃饭 或是我请朋友一起去玩 或是请谁请谁去玩 那一定会花很多钱 那你那个钱一定把它折扣掉 因为你如果说了三分之一 或是三分之二甚至一半 他会觉得那很好啊 你花这些钱又那么厉害 你都不会去查 可能他也是装容作哑 他故意不知道 那他就是这样子让你 那这样子大家都好过 要不然他贞姐说 你花这么多钱 你一直就是你时报时消的话 我感觉你是在讲给小代他太太清楚了 有些事还是要承认啦 对像我觉得太多太多事了 对但我们就是说看那个事严不严重 有些事当然我觉得还好 但有些事他会觉得很严重 像包括以前我们在甚至到现在啊 譬如说有时候我们不管跟采访对象 或是跟采访对象有男有女嘛 当然我们讲所谓的采访对象 不是你天天去采访他 譬如说警察里面有男警女警 我们然后我们在各个公家单位 或是其他私底下社会上的朋友 都有男有女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去唱歌 有时候是女生多男生少 有时候是男生多女生少 但绝对不可能只有一堆男生去啦 一定都有女生的存在 那时候你要不要跟老婆讲 尤其是万一你唱歌唱一两点的时候 你要不要讲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十次讲一次就好 哦 对对因为有时候你唱两点 他一定问你跟谁唱嘛 那都要讲 超无聊的全部都是男生对不对 但这样我相信 所以我只能跟他讲 譬如说现场有三个女生 七男三女 或是六男四女 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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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也是譬如说是三男六女 对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包括这个数字啊 基本上就很难 就没有意义 他没有意义 其实只要有一个女生存在 还是不相信你才会 想要知道这个嘛 因为你只要有一个女生存在 他一定发火啊 对啊 真的只有唱歌啊 真的在前卫唱歌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 唱歌有时候也会对唱 重点不在于是在演 对唱有时候 对我觉得重点不在于是唱歌 有时候 假装喝醉了还会来手 就是来摸起来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不可能 我觉得真的不可能叫我说 唱到九点就回家 说十点就回家 那我call 绝对是要到一两点啊 但是我觉得 那些女生是谁 我就跟你讲 每次都不同 每次都不同 因为下班时候多少十点以后才会来啊 真的都不一样啊 对啊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甚至是她的朋友也不一定 对 好啦你先插插啊 你看我都没流汗啊 表示很诚实 不是表示很诚实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案例啊 有一位人妻啊 他在脸书的抱怨公社这样发文 他说我的模范老公在我怀孕的期间买春了 他说老公是人人眼中的好男人 不管是帮小孩洗澡 喂奶 换尿布 做家事都很利落勤快 是个非常厉害的神队友 那对孩子跟老婆也都很好 而且他还讲两个人性生活很美满 即便怀孕期间 他都有好好的喂饱他老公 但是呢 他依然去买了 甚至还被诈骗 钱付了 但是到互约的地点 才发现被放鸟 接下来这一年内 他还在不断的搜寻相关的资讯 即使老婆劝他说 劝说他也声称 哎呀我只是好奇看看嘛 我不会去消费的 让这个人妻很无奈的询问说 我该给他机会到什么地步啊 还是说干脆放生 放生意思大概就是要离婚嘛 我先请教一下黄医师 如果是你你会放生还是怎样 就是神队有神道去买春 然后说自己喂饱了 其实人家没吃饱 都我觉得可能会想要 不是啦应该讲喂饱了 但是很快就饿了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女人 其实要求的不多 就是说选择对象 第一个原则是不要吃喝嫖赌 那不管是婚前 没有吃喝嫖赌的习惯 我们觉得OK 假设婚后出现吃喝嫖赌的习惯 我们也应当要勇于说不 因为你如果说他可以 他以后这辈子都在嫖妓 都在买春 但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跟他做夫妻 你是会跟他有性生活的 买春的最大的问题是 还不是跟外遇有 外遇可能还一个人两个人 买春是跟好几个 对不对 那你可能会 可是外遇是有感情的 买春是没有感情的 可是因为我觉得女生 要先保护自己的身体 再来考虑心灵嘛 你不要得自己得了性病 没毒自己在那里哭她 他每次都有防治啊 没有没有 那通常都是会有一些遗漏 你不要一直看着我 你这个小袋 真的 我们坚决不买春 我们只唱KTV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说 那你所以就 他去买春一次 所以你就要放生了 不是 买春一次就要很严格的 告诉他他不能再这样 然后什么什么 让他还再继续再看去哪里消费得起 消费不起这个问题 就完全要禁止他 如果他禁止不了他要去就医嘛 之前不是节目有什么性治疗师吗 他是不是需要被性治疗 建议他叫管理师 不叫健康管理 是不是他需要 也许他生病了 对 小袋 买春会变成习惯吗 我觉得会 对我觉得会 因为我们真的也有很多朋友 就是我觉得他不是说是变习惯 他会觉得是一个好玩 蛮新鲜的 就是说反正可以换不同的人 对 即使他有老婆 他每天可以换不同的人 然后也觉得 可是他怎么爱顾家爱老婆 可是我觉得这个跟顾家跟爱不爱老婆 其实 我 我觉得用现实的生活面来讲 不见得 我觉得这次有时候是一个 自己个人的那种需求 或是好吃 就像你很喜欢吃牛排 你不可能说 只吃牛排就请他都不吃 对啊 你在家里天天煎牛排给你 但你可能还是会想去吃 某某几个大 知名西餐厅的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不能混为一台 但如果我觉得 从这案例来讲 我觉得 这个 我觉得他们双方中间的沟通 一定有很大的问题 老婆可能自觉餵饱他了 但我觉得那个餵饱之外 他可能只想餵饱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 餵小应儿一样 餵饱他不见得 他不见得会 他不见得会停止哭泣 你还要安排 就是什么 我意思是说 你还要用其他的方式 经过证实 对 他才可以满足 经过证实 人吃得很 人吃得很饱来讲的话 如果你碰到你爱吃东西 那个胃自然会慢慢 担母挪挪挪挪的位置给他 所以那个跟餵饱 没有餵饱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觉得 不应该要有 想要餵饱别人的概念 因为想要餵饱的人 就是以为说 我把这个餵饱 我就会得到你的忠贞 我觉得这条路是 永远都是你怎么走 你怎么付出 都是会从我走到 踢到铁板的 因为我觉得说 人来讲说 我不可能说我只在乎你 怕你就是去外面乱搞 所以我就一直跟你做案 不应该有这样的概念 对啊 而且讲更难听一点 对不对 你把他餵饱 你都用一招餵饱 但人家有36招办餵饱 不懂欸 不懂欸 对 36种 36种 对 现在是少年事 就是 就是餵饱你的方式 对所以说 当然不一样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一种新鲜感 然后还有一个是很多人 会有个迷思说 啊你让搞你有爱我吗 啊你不是一直都有 跟我固定之外 也做得很好 为什么还会外面那个 这是两回事 你约把这当一回事 你只会纠结在你心里 你会想不开 对你自己是很困扰的 而且显然那个老公 你看三不五十 还去上网 而且还那么公开 在老婆面前上网 老婆也知道 那我就觉得 那这个互动就好奇怪 怎么可能什么啊 我觉得是好奇 对怎么可能只是好奇 嗯 我说起来 如果在老婆面前 还在搜寻那些资料 那对老婆就很不错 因为我之前碰过一个很好笑 一个安妮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那她老婆每次 要抱怨老公说 她在上网买情趣用品 对那其实 我是觉得比较奇怪 上网买情趣用品 是买男生用啊女生 都有啊都有啊 然后她 那我们就在笑那男生啊 就说安妮 都还那么大方 在老婆面前 买情趣用品 她说反正我也只是看看啊 可是她老婆也是说 每次都看看 结果就买一大堆啊 那可是其实久了之后 我们后面 我就问她 那女生朋友 你有没有用 她说有啊 哈哈哈 她自己也承认她用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要在那个生活中 创造一些情趣嘛 这不是单纯的那种 所谓喂饱不喂饱的问题 听听新闻哇哇 新闻哇哇有好几位同事 多数是女性 然后因为她这个人说 老公是完美的丈夫 又顾家 然后夫妻感情很好 没有缺点 她就是会去买春而已 那到底该不该放生呢 底下的网友都说 赶快放生 这是网路上 那我们本组的女同事们都说 这些网友一定没有生小孩 嗯 他们觉得神队友真的很难寻 对 也许该给老公机会 假设离婚之后 女人得自己带小孩 做所有的家事 还得负担所有的家庭生计 那有过得比较好吗 所以容忍她去买 哈哈哈 不是要容忍啊 就是说其实就是看这种事情 你要先说 你先顾好你的收获 嗯 你不要一个情绪要把 你原因该有的时候 就不能把它推翻 把它倒掉 你要先保有这个东西 因为保有这个 因为人没有权利说 去给人家自由不自由 不要走这条路 你要想说你拥有了什么 然后你 你在从你拥有的时候 你不要有能力放掉什么 你才慢慢一步一步去调整 我觉得 那你可不可以用这个例子去 比如说如果是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 反正性爱 我现在不能信任你了 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传染病给我 但是其他的东西 我不想丢掉啊 嗯 因为你还可以帮我 照顾小孩干嘛 这个我要留着 就是这样子 然后老公买春那个事 然后呢 如果老公买春也在你面前上网 你就是说 既然那么好啊 我也开始来上网 他会比你更受不了 因为男人更受不了 女人 就是这方面的 自由 因为会更恐惧 对 他那时候才会知道说 你在怕什么 让他有同理性 对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这个 之佑呢 身边也有神仙剑女 有有有 因为其实我身边还蛮多 生活过得很好很优渥 而且是像贵太太这样的一个朋友 但是他们其实都有这个问题 嗯 其他的老公都很好也很紳士 然后出去也给他很大的面子 他要什么都买什么 什么都有 然后每天也不用工作 我就喝下午茶 嗯嗯 但是老公不是三不五时有女人 他就是又要去给女人钱 因为要处理一下女人的事情 他也觉得很纠葛 嗯 但是我也跟他讲过 我说那那你就不要了嘛 这种男人你如果觉得很接应 那你就离婚 但是他不放手哦 因为他会觉得 他给我那么大的面子 我可以有这么好的日子 然后我小孩也有庸人雇 那我出门又有司机 我 他只是这一点不忠而已 只要比较不被拆穿 对 对 那他觉得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我说实在话啦 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那么完美哦 当每个人都要的时候 其实当女人当初要嫁给他的时候 也是很辛苦 你应该就要有自知之明了 嗯 所以你看我当初就没有选很帅的男人 因为他也很帅啊 伤害人 伤害人 不好意思 很可愛啊 而且我觉得 老公会买春这件事 他其实就是一个 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会去买春 为什么 是你们这一个区块上 你们不能配合 还是 我觉得这个区块是两个人 是可以互相去修正 或者可以拿出来探讨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比较容易改变的 会有机会改变的事 但是其他那一种 会顾小孩 又有钱赚 又给你好日子 我觉得这比较难改变 嗯 所以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 就是留住这个老公 然后 让他去买一买 这一块慢慢修正啊 你要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 因为不能得病 是绝对最大的问题 小带是说 那可不可以一年一次 哈哈哈 我是觉得 我觉得讲蓝梯点 这也许大家当然也不能接受 但我们用社会的一个俗语来讲 人家说 不用钱的比较贵 对 你买春 其实你看我们在采访 社会新闻的过程中 我们很少看到买春出问题 我所谓出问题 就是会造成家庭失和 顶多只要得病 家庭失和 那没办法 那真的就 那你自己不小心活该 对 但是你那种 不是买春是那种 所谓的外遇 杨小三的那种出问题的 比比皆是 对比比皆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 就是说 你在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待它 那像有些 有些人譬如说 三个月出国一次出差 或五个月出国一次 或一年出差一次 那他 有时候到国外 就想想要尝试一点不同的东西 刚刚我们的结论 其实就是说 哎呀老公就有公 有过 公过可以相比 哈哈哈哈 其实 其实很多老公看待他 他也是这样看的 就是觉得你那么唠叨 其实他 比如说 男人觉得女人 另外一半的唠叨 跟可能女人觉得老公去信消费 是一样严重的 甚至更严重 是 那男人也会想要说 要不是你把家里过这样子 我觉得对你有亏欠 帮我干嘛忍这些 那黄医师 顺便有这样的例子吗 有耶 其实我们会有那个医生啊 比如说可能都做到很高阶 可是跑去这个中国 然后买春 买春买到这个 可能太激烈 然后海绵体都断掉 然后不敢再 不敢在那边修补 要赶紧送回来自己的医院修补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女生不希望 老公去做这些事情 是因为你们不知道风险 你们并没有听到得病的 你们也没有听到阴巾断掉的 有有有 那个我常常碰到 Oh My God 对 就是说其实 其实 而且还有一个更危险的地方 就是说 很多太太多有个迷思是说 跟老公做爱不用带保险套 你懂意思吗 对 其实如果她得病 她为了怕你 如果说我现在得病了 我总要带保险套 不要把病传感给你 可是阿姨就说 如果我带保险套 你不是很质疑我 外面乱搞吗 你是不是就会得病 那她断掉了 回来怎么捐她的交代啊 当然如果是没有医疗背景 你还是可以哄太太啊 说我是尿道结石啊 突然很痛啊 就要进去紧急手术 因为她有医生朋友嘛 其实 太太还是骗得过 对对 所以我觉得女生知道事实 还是比较好的 你看那多少人 那个阴京 老公的阴京都断掉过 再接回来 你也不知道啊 就我们知道事实还是比较好 可是因为 你觉得知道事实比较好吗 对啊 你因为就不知道就算了啊 我知道我就可以预防 或者是再教育 或者是再给她机会 我们就有多的选择 但如果我完全不知道老公 会是这样子花天酒地的人 我只是在那边过我想象中的日子 我觉得风险蛮大的 对 然后你还是有一天你假设 万一知道 那你会受到更大的打击 因为人你说这么好 那到底要不要 因为女生常常在面临这个选择嘛 那其实就是像刚刚阿德老师讲 我们都是在天秤的两端 这个一男一女 那我们或者说夫妻 都在天秤的两端 现在只是说大家在那个平衡嘛 如果说你缺点太多 你就整个会掉下去 那人家就跳车 我们也要离开啊 没有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 关键的点就是说 女人不应该有一种 寄望说男人对我忠贞的思维 要完全剔除掉 因为我们也不要忠贞就好了 因为你一旦有这个思维喔 第一个你也不会相信 他对你忠贞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你等于逼他在你面前 不敢讲实话 然后呢 一旦他有发性病 你一定会得到 为什么 你以为你就会很天真 女人不要要求老公忠贞 对 所以你要想说 因为不要求 所以我跟你做爱 我就会带保险套 我也要保护我自己 因为老公 你怎么信任 那男人要求女人忠贞吗 不要啊 我跟你讲 去要求忠贞的人 心态得到什么 你不一定会得到 对方对你忠贞 但你从现在开始日子 每天就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就会怀疑他 你就一直在怀疑他 可是我觉得 我还是反对阿德老师的立场 我可能比较老骨版 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进到婚姻里面的话 忠贞绝对是必要的条件 而且是应该是 我告诉你 忠贞应该怎么得到 忠贞不是去要求的 忠贞是因为说 我很爱你 我自然而然对你忠贞 忠贞是这样得来的 而不是说 我对你忠贞 所以你要对我忠贞 不是这样的 有些男人他其实说 他真的很爱你 但是他规格要这样子 因为他可能是 他自己的心理需求 或是说在朋友面前 他要表现他的 就是有时候人家起哄也有可能 性交费的习惯 绝对不是跟你结婚以后才有的 一定是婚前就有这样的习惯 只是婚后还是改不了 就这样而已 我觉得应该讲说 如果你的老公 照常把你的他的生活费 或者说该给你的都有了 那有某些切丝的话 有一点点可以忍耐的话 就忍耐 但是对你的来说都一样 周老师我问你啊 都一样 所以我们买一百次就OK的 周老师没有 买一次就不行 买一百次就不行 要看大傻行不行 没有我问你如果说 如果你听到就说 他去买一次而已 但是那次没有带下包包线套 你会怎样 我跟你讲 其实我这个觉得没有关系 但是重点 重点是他的钱 有没有拿回来 他该给你的生活费 有没有这个是最重要的